中国的红箭8系列导弹已经悄无声息地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反坦克导弹之一 在南美之力,红箭8甚至打破过空中的气球,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中东一次局部战争中,用陶式导弹攻击一座碉堡没有打中 而红箭8一枚导弹只把碉堡摧毁,被誉为沙漠明星 国外媒体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0个国家装备且出口量数以万计 中国制造的这种导弹,损毁能力世界第一 对此,军事专家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马建光教授指出 比较不同反坦克导弹的性能和作战能力需要大量的试验和作战数据作为支撑 单凭一些主观推测,很难判断某种导弹是否损毁能力世界第一 可以肯定的是,红箭8反坦克导弹与国际同等级同类型反坦克导弹 如美国陶2相比,效价较低,因此消费比相对更高 在国际市场备受欢迎 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 红箭73是我国装备的第一代反坦克导弹 此后,红箭8、红箭9反坦克导弹相继问世并装备部队 前不久的胜利日阅兵市场,红箭10多用途武器系统公开亮相 红箭10的最大水程达到10公里 已经超出了多数坦克的活力打击范围 战时可以做到先下手为强 能够精确打击地面高价值目标及低空低速飞行目标 除了言之去备世界顶尖水平的陆基反坦克导弹 空地反坦克导弹也是解放军近年来发展的重点 AKD-10空地导弹是中国近年来装备的一款空对地导弹 主要装备于武装直升机以及无人机 该型导弹与美国的地域火导弹类似 都是激光半主动制导进程对地导弹 主要用于武装直升机及无人机攻击坦克 魂力点雷达站等地面兼顾点目标 从公开资料来看 中国的红箭家族已经非常完善 任何一种主战坦克在中国反坦克导弹面前 都不敢保证可以全身而退 甚至有媒体称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坦克导弹第一